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创造营的耳朗音学副思超 然后我们当时准备移工的时候 经常会在这个教室暖联 在这个位置的教室公园 带着我们边跑步边长巴特达 主题曲的时候 我们也会经常在这个教室的试验 这教室还帮过周科宇做二场的试曲 也在这个教室做过 就在这儿赶来个桌子 然后制度电脑好好看 迷地键盘放上来放上去 然后那儿Party也在这个屋 那儿Party当时小方姐第一次来 我们的艺术Scancer就在这个屋 然后就是 谢谢他们进屋崩溃的那一天 张腾巴碰的那一天 都在这个屋里上 然后回忆很多的 然后一想到马上 然后就离开这个房间 可能就不会再进来了 还蛮伤感的 希望后期能把一些 比如说我的这个联谊室练习的素材 跟节目接触 却数以后寄到我家里 到时候想让人看一看 傅自唱 最后一次联谊室 大家办法 这个就是让我认识了 联谊和张腾的 然后 反正我觉得这个教室 对我以来说万特殊的 和这个教室告一个比较 最后一次在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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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的练习了 然后 再见 我一点一点难过 因为这里 很多 很多 非常辛苦 还有 非常快乐 2021 成绩大赏 最后一次练习 许多 大家好 我是穿上一个2021 所以 2025 然后就是 我最后一天的 这个练习是 我不是让我说什么 最后一天的 最后一天的 最后一天的